看這個爪架人的消息 這是台南安門開一個蘇林宮廟 傳說有女兒爪 抓著的人接到 尾頭去抓 所以讓爪架到 牽頭 像是要煮十四機的 會青比較保住生命 因為接下來就是爪出力的交通機 所以以前有辦法拿著 讓獨爪架到要去這個獨爪的瓦關 這樣更知道用什麼會青來煮 才能夠治療 等一說 促過的房間穿讓抓起來 關在鐵欄裡面 但保著人說 因為過程當中不適合 讓爪架到處的枕頭 經濟傷病人連打十四機 會青保命 俗法在車廊台南安門区 一間蘇林宮廟出現飯事情 爪的米在拚比水公的房 還要難度真高 因為附近很多餐地 社区經常出現飯事情 火山桌到草綺霧上就住了 平常是如果接到通報都是一樣是保著人的理念王金手清新起來了 但車廊買阿嬤接到通報的時候他剛好人沒鬆開 警方這尾頭另外一個地方都會接到通報 都是由同樣是保著人的理念 想不到保著人 想不到保著人 想到保著人 想到被毒蛇咬到的時候 其實第一件事情的話 趕快如果有機會 趕快去記得說這個蛇的樣子 但現在手機很方便 我們可以去拍一下這個蛇的樣子 可以趕快讓醫生可以容易辨識 你是被哪種毒蛇給咬到 每當四月到十一月 是蛇類多重的期間 冬夏的夏天 竟是高風氣 醫師拿刺 尋到毒蛇咬也不能動手牌 以免讓蛇技術攻擊 讓家庭上的事情 除了冬金送便宜 不可以加阿扛櫃 也不能去塑或是切開扛櫃 以免毒蛇 更快要扣散去全身區 記者台南高雄報道